人民日报警告无效,菲律宾开始勉强了,中国对待菲律宾,那可真的是人之一惊。 为了让菲律宾清楚形势,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评论文章,把中国的立场和态度阐述得清清楚楚。 坦率说在南海问题上,中国已经退到了退无可退,已经忍让到了和传统大国形象完全不匹配的状态。 中国希望达到的效果是,菲律宾悬崖勒马,不要把地区搞得紧张起来,那就上了美国的当了。 然而就像我此前分析的那样,菲律宾主动求和绝对是权宜之计,绝对只是因为美国航母撤走心虚了而已,他的示弱也是在测试中国的态度。 结果菲律宾一看,原来中国还是警告他,所以就又开始了疯狂的准备,菲律宾准备什么呢? 就像我之前推断的那样,他想在仁爱礁上搞建设,有记者已经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问发言人了。 在12月2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,有记者提问,有报道提到,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吉拉尔日前表态称, 菲律宾政府考虑在仁爱礁建造一个永久性民用建筑,例如灯塔或海洋科学研究中心。 报道还提到,阿吉拉尔表示,仁爱礁属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,只有菲刚才可以在该地建造建筑, 今后菲律宾不再运送军用不给,而是运送民用不给。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?看到没有,菲律宾挑战不成, 这要开始明抢了,明明是中国的岛礁,他的船只非法坐摊,现在他也知道那艘马德雷山号破船快塌了, 中国又不让其加固建设,那怎么办呢? 菲律宾的意思是,自己干脆在上边搞民用建筑,灯塔或者海洋科研中心什么的, 这种情况中国怎么可能接受?针对记者的提问,发言人毛宁是这么回应的,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,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,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,这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并确立的,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, 菲律宾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所为裁决, 主张仁爱礁属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下,否定中国对仁爱礁的领土主权, 违反国际法原则,在法律上站不住脚,毛宁说仁爱礁是无人导礁, 根据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,各方应当维持仁爱礁无人,无设施的状态, 非方在仁爱礁问题上一再违背承诺,一再改变政策,一再侵权挑衅,引发复杂事态, 毛宁强调中方将坚决应对任何侵权挑衅,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, 看到没有,中国之所以没有在仁爱礁中导,是因为此前签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, 然而那是中国的领土和领海,签这个宣言本身是为了大家和睦, 现在反而成了菲律宾挑衅中国,束缚中国手脚的条款了,既然如此, 那我们比较好的做法是,借菲律宾的这次挑衅,干脆把岛给建了,建成了, 有了基础设施了,菲律宾没有了幻想,事情也就没那么复杂了, 人爱礁之所以行事,被搞得越来越复杂,就是中国的忍让,让菲律宾对这个地方心存幻想, 认为在美国支持下,坚持挑衅就能形成既定事实,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彼此约束的, 不是只约束中国的,菲律宾都不遵守了,中国操作的时候也就到了, 菲律宾不知死活,那就应该给他来个痛快, 对于小国,中国既不想周边成为地缘热点,也不希望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被破坏, 从而尽量避免被美国所利用,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往往会选择用自己的实力空盘, 只是守住底线,不让对手突破即可,这个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确的, 美国为之中国搞事情,结果也都没搞起来什么事情,最终时间,资源都浪费了, 中国依然好好的,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反其道而行之, 一则是对方逼得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,否则自己的国家利益就要受损了, 二则从更大的盘子来看,我们也需要做一些重大布局, 譬如2012年菲律宾开始在南海挑衅中国, 中国最后被迫采取措施,在南海展开大规模的岛礁建设, 最终让我们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基础设施,得到了长足进步, 这不但让我们有了更强的维护,自身海洋权益的能力, 也让南海局势在较长时间里难以翻起大量, 现在菲律宾明显不知进退,不知死活, 甚至允许美军在菲律宾扩大了军事基地,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适当忍耐是正确的, 因为毕竟南海还有那么多国家看着, 中国不能显得太过锋芒毕露, 但是当我们一忍再忍, 当我们苦口婆心无效的时候, 那对菲律宾这样的国家, 客气忍让就不如给他来个痛快了, 就像在仁爱礁, 只要我们把那艘破船给处置了, 然后在上边搞了基础设施建设, 当一切尘埃落定了, 菲律宾也就不跳了, 毕竟实力在那摆着, 而且仁爱礁那么大, 我们完全一方面继续封锁那艘破船, 另一方面按照规划进行基础设施建设,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搞建设也是被逼的, 大家都看到了菲律宾对中国的挑衅, 我们不得已才采取措施, 大家也没话说, 所以差不多时候到了, 该给菲律宾来个痛快的了, 其实在南沙岛建设, 战略意义重大, 南沙岛礁的建设对我们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, 想想看如果没有当初我们在南沙所种的岛礁建设, 我们对南海的控制力会大大下降, 正是当初的岛礁建设, 让我们在南海有了更多军事基地, 才显得我们游刃有余, 譬如就像仁爱礁的维权, 正是因为我们的基地, 就在非法坐摊船只的几十公里外, 比菲律宾海岸要近得多, 所以我们维权抬脚就到, 这让美国和菲律宾都没办法, 在那个地方与我们抗衡, 打持久战我们能长期奉陪, 美非都做不到, 我们南沙的那些岛礁够用吗? 我认为如果只是考虑南海的维权, 应该是够了, 因为我们的对手是菲律宾, 美军来了也不可能改变现实, 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广一点, 南沙的岛礁恐怕就不够用了, 对我们国家来说, 马六甲海峡可以说是生命航线, 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具有控制的能力, 才能在关键时刻不被人卡住脖子, 大家可以看一下, 胡赛武装仅仅是一个民间武装组织, 就能一副当官万福莫开地切断曼德海峡, 那么我们思考一下, 如果未来有一天, 美国封锁了马六甲海峡呢? 我们有能力把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夺下来吗? 如果立足于控制马六甲海峡, 我们再看南海的岛礁, 恐怕就显得不够用了, 所以我认为站在战略高度, 国家安全高度来看这个问题, 我们应该在南海继续重岛, 在南沙再填几个大岛, 再搞一些军事基地, 这样对马六甲海峡有了足够强大的威慑力, 对手就不敢轻易切断马六甲海峡的航线了, 哪怕对手真的敢冒险切断, 我们也有能力夺回来, 因此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待南沙的问题, 可能我们就需要采取不同的行动了, 而且这样的机会其实并不多, 如果菲律宾不是有像小马克思这样的总统, 都像杜特尔特那样, 我们想行动还没理由, 现在既然各方面条件逐渐具备, 我们就应该考虑行动了, 中国真的在南海搞建设, 也不会有太大的风浪, 美国一则没精力, 二则没能力, 周边国家越南稳住了, 还有谁会屁股做歪呢? 时机到了, 该出手时就出手。